各位朋友大家好 刚刚看完比亚迪T5DM 6.5吨底盘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来谈谈我对他的一些看法 那么有意料当中的喜悦 也有一些怎么说呢 困惑还没有得到答案 首先说这个底盘 这个底盘是6.5吨的 那么之前在北京的房车展上 已经出现了4.5吨底盘的 这个房车了 那么6.5吨再重 那么解决了一个房车厂家的一个困惑 就是说比如说拓展 是否会操纵的问题 还有轻量化的问题 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因为它已经成了6.5吨了 足够足够了 哪怕做双拓都没有问题 这其一其二 那么电这一块没有变化 还是18点多度电 底盘动力电池还是18点 18度多一点 这一点有点小失望 因为它没有再扩大了 这样的话 那么关心电的同志们 可能就有点小失望 对吧 都希望再大一点 但是实际上没有 那么其他方面 可能变化并不是那么多 好 那么可能大家关注这个底盘 最关心的还是它的用电 那么在发布会上 相应的房车底盘的厂家也说了 那么这个车为房车设计 那么可以放式用电 但是并没有仔细的说明 怎么个放式用电法 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 能不能够在行车当中 给生活区 给生活仓供电 以及停车的时候 那么这个动力电池 能不能够给生活区供电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效率 肯定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比亚迪 但是是否我们还需要配 生活仓的这个额外的电池 是否还需要再安装 太阳能板 这些都没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但是今天在发布会现场 也有某厂家的一个产品 首发 那么据他们所说 可能也配了这个生活仓的电池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有 有这个安装太阳能的可能性 是不是 那么具体什么情况 可能还需要这个厂家 后续的进一步的评测 或者说是进一步的解答 那么这一块还存在一些疑惑 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答案 那么第三点 那么这个底盘比较安静 因为它是汽油发动机 不是柴油发动机 它是汽油发动机里有混动 所以它是比较安静的 那么汽油发动机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很多人担心它的动力不够 那么我估计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下 动力确确实实是堪忧 比如说负重长上坡的情况下 比如说走这种像庐山那样的盘山公路的时候 长时间走 比如说要走一个小时 四多分钟一个小时的情况下 它是否需要在旁边停车冲下电 这都是我表示有些怀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肯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考验 全国这种各种地况路况的考验 肯定超过了多少万公里的一个路测才能够上市的 对吧 所以还是有信心 包括对BRD产品也有信心 BRD的技术都有一定的信心 不是那些小厂能够比的 对吧 大家还是对这个 还是有信心 当然了是驴是马 比如拉扎溜溜 我们还得等实际的这个房车产品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使用 才能给出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答案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首批的这个人员呢 去帮我们做一做这个实验 我们后来人就可以在大树下乘凉了 对吧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气候发动机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说它的这个如果是暖风的话 可能就需要用汽油版的了 就不是柴油版的暖风 嗯 OK了 那么我对我未来的这个房车呢 还是有一些设计的思路在里面啊 我有我的想法啊 因为这么多年使用下来 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就适合我 那么可能两三年以后吧 工资一众啊 大家一起来触摸划车 我们一起在一起去团购也好啊 或者一起去跟厂家砍仗也好 我们一起做一辆车啊 OK啊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啊 那个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